如果要按照重要程度给亲情爱情友情排名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会把亲情排在第一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亲情之间血浓雨水的感情是最不能割舍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农村就有很强的宗族观念 对各家亲戚自然也是格外看重 每到逢年过节 农村的大人小孩都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走亲戚 以前农村经济之间的来往十分频繁 大事小事都有亲戚来帮忙 而且经常一呆就是好几天 场面总是其乐融融 不过这几年来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走亲戚了 大家纷纷表示 农村的亲戚似乎已经变了味 就像有一句老话说的一样 冷漠靠灯 穷没投青 再穷不吃亲戚饭 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冷漠靠灯的意思其实并不难理解 早年农村条件落后 农民家里没通电 只能使用煤油灯 不过大家都知道 煤油灯只能用来照明 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取暖需求 而穷没投青的意思是 一个人在穷困落魄的时候 就别想着去投靠亲戚了 这时候的亲戚往往靠不住 俗话说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也远亲 这种说法虽然残酷 但是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现实 就算是亲戚 也少不了会闲贫爱富 而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普遍 这几年来农村不同人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随着财富身份上面的变化 亲戚之间的关系也会逐渐改变 如果你在穷困落后的时候 一心只想着让你有能力的亲戚帮忙 一次两次还好 但是开口次数多了 就算是亲人也不一定会答应 在穷不吃亲戚饭也是一样的道理 以往农村整体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很多农民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不要指望着去吃亲戚家的饭 这种做法多少有些寄人篱下的滋味 时间一长还得看亲戚家人的脸色 也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冷漠靠灯 穷漠投青 再穷不吃亲戚饭 本来是前人流传下来的说法 但是仔细一想 放到今天仍然适用 是农村的亲戚真这么现实 还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如此呢 其实说到底有一个道理大家都应该明白 事实都指望别人的想法是顾客取的 如果一个人穷困潦倒 就更应该自己发奋同强 而不是一味的让亲戚朋友帮忙 这样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也有利于个人的长远发展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